開到房內醫護人員 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小心翼替剛出生的寶寶擦拭身體 做常手術可不容易 因為生產的媽媽 是一名確診新冠肺炎的重症孕婦 血氧已經掉到一個 比較我們醫學上面 不能接受的地步 中部的S光片顯示說 他的肺部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已經呈現白化的現象 台北慈濟醫院產科主任說明 證明孕婦懷孕僅有32週 但呼吸狀況不佳 只靠純氧難以支撐 再加上臟氣受壓迫情況很危急 經過醫療團隊三方討論後 決定以全身麻醉邊插管的方式 剖腹生產 一剛開始是抵抗要插管 整個手術過程中 那所有的不管媽媽小朋友 醫護人員都是能夠平安的 好在寶寶30分鐘後順利出生 但還需使用鎮壓呼吸器輔助 生命跡象穩定 以精送往腹壓隔離式保溫箱 外界的關係 確診媽媽生產 病毒會不會傳染給孩子 醫師說明研究上來看 確診者透過生產垂直傳染的機率 會有1%到3% 機率相對低 但仍有危險性 因此一健身完 就立刻幫寶寶洗澡 28號一早也進行採檢 預計48小時後再檢驗一次 設備跟那個空間是為了COVID-19 我們一定都有嚴人數的限制 所以整個是限制在10到11個人 至於開刀房 越方說明是採用鎮壓手術室 將帶有污染的氣體排出 而開刀房四周有敷壓環境 因此污染空氣會立刻被攔截 沒有交殺感染可能 國內第二期確診孕婦成功生產 也為嚴峻的疫情帶來一絲暖流 TVS新聞 張惟賢 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